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六朝博物馆被推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面前 馆内的这张网红窗也再次火出了圈 有人说它是南京最美的精灵之窗 近处是五彩斑斓的园林景观 远处是新街口城市天际线 春夏秋冬四十街景 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打卡拍照 窗内六朝圣祭文脉悠悠 窗外全景是极美南京映入叶脸 这张窗定格了六朝风采与时代篇章 来六朝博物馆最主要的 当然还是看六朝遗迹六朝文物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六朝帝都是什么样吧 我身后的这段城墙遗迹就是六朝时期的公墙遗址 六朝博物馆正式建立在六朝城墙的遗址之上 正是由于这段城墙发现 才有了今天南京的六朝博物馆 原址保护的工程遗址背后也体现了南京对城市文化更奈的守护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六朝人是怎样过日子的 房间的家具什么样 吃饭的餐具什么样 脚下穿什么鞋 出门坐什么车 在这里你都可以一一找到答案 二楼是六朝风采展厅 展示的是六朝文物 以青瓷为主 在布满竹银的馆内游走 随手一拍就是大天 再见你好 我是这里的六朝博物馆小青莲文物守护者 守护的文物就是这个青瓷莲花尊 请问需要我帮你讲解一下吗 好的呀 那你能为我讲解一下它的历史吗 青瓷莲花尊是从南京七里门外的林山大墓出土的 它高达85厘米 浑身上下布满了佛教风格的莲花文装饰 堪称其境已发现的青瓷之王 烧着这样一件青瓷莲花尊 小机器高超的技术与艺术水平 这是一件名富其实的六朝艺术珍品 谢谢你的介绍 让我获取了新的知识点 你做志愿者大概有多长时间了 我在这里做小志愿者大概有一年多了 我大概是两到三周就来讲解一次 为能够讲述文物背后的精彩故事 传承家乡的千年文脉感到很自豪 另外像我这样的小青年文物守护者 在馆内已经有240名了 你们真棒 在三楼还有讲述六朝人物的展览 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哦 好的 再见 拜拜 六朝馆的三层是六朝延节展厅 展示了六朝时期的风云人物 六朝博物馆由建筑大师 贝宇明之子被建中参与设计 在光与布景的建筑风格中 我们能感受到千年前的六朝风雅 这座在今年全国两会上 被推荐到习近平总书记面前的博物馆 让你心动了吗 快来亲自打卡 感受中式的古典与浪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